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视频 我是阿三 目前韩国乒乓球亚锦赛已经结束 最终中国队打败中国 打败日本以及韩国等等一些国家队 取得最好成绩 包揽了所有项目的七块金牌 目前已经回国备战亚运的比赛 但就在最新的我们可以看到 在国平正在努力期待 在亚运会取得好成绩的同时 另外一方面在此前亚锦赛 南单小组赛当中 暴冷淘汰王储星的 日本汉将田中幼泰在回国之后呢 却放出了豪言 允发了巨大的争议 我们来详细了解一下 到底是怎么回事 首先先简单回顾一下 当时那一场南单小组赛 那么王储卿面对的是 日本的一个小将田中幼泰 那么本身双方的实力 根本不在一个成绩 大家都觉得说王储卿应该能够 大比分3比0淘汰对手 结果比赛结束之后呢 王储卿却暴冷2比3 遭遇对手淘汰 也就是惨招小组 一人游 引发了巨大的关注 很多球迷也是大跌眼镜 那么那场比赛结束之后呢 似乎是让田中幼泰显得信心爆棚 那么在接下来的一个淘汰赛当中呢 他也是过五关 一直挺进了南单8强 那么后续进入这个八进四的比赛当中呢 才被中国台北省的选手林云如给淘汰了 所以可以说这一次的亚锦赛旅程呢 应该让田中幼泰状态爆棚 信心爆棚 因此在回国接受采访的时候呢 他同样的也是接二连三 放出豪言 由于在本次比赛打败了成绩 拿到世界第一 也就是我们国拼现在排名第二的王储卿呢 田中幼泰似乎成为了日本队的英雄 在回国之后呢受到了日本媒体的追捧 纷纷邀请他呢做了一些专题采访 而在最新的采访当中啊 田中幼泰更是放出豪言说 这一次打败王储卿 让自己有非常大的一个信息 他更是直言说呢 实际上这场比赛能够打败王储卿 他在比赛之前呢 其实就已经感知到了 意思就是说他在比赛开始前 就觉得自己绝对有实力 打败这个世界第二的王储卿 不得不说啊 这番话呢确实非常的嚣张 而且是信心过度爆棚啊 作为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将 我们确实不知道他哪里来的勇气和信心 认为自己可以打败王储卿 我们这个国拼一个的接班人 只能够证明呢 我们国拼这一次对战 日本队这些选手的时候 下手还不够狠 那么下次如果说在亚运会再度有机会对战 我觉得不应该留任何的前面 就应该每一场比赛都是3比0把对方打哭 这样的情况下呢 我觉得才能够让日本队这些球员认识到谁才是世界第一 他的实力和我们的选手的差距到底有多大 毕竟呢 竟技体育场上就是要用实力说话 我们也只有展现强大的实力 才能够让这些球员心服口服 既然这一次日本队的个别球员呢 如此嚣张 接下来也希望我们国拼教育啊 球员呢能够争一口气 在本次亚运会包揽所有项目的金牌 另外一方面呢 一定要日本队惨败而归 将来我们才能够还击对手 我们才能够有更好的信心 来迎战明年的巴黎奥运会 好了本期视频就聊到这里 我们下期继续开心聊球拜拜